哎呀 等一下 哎呀 这个是什么人 去吧 好的 观众 欢迎回来 我们首先还是要感谢卡拉宝能量饮料 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 绿色能量给你更多 我们今天胜者组第二场比赛 第二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第一局 精彩这一局的回味当中走出来 有一种这两个队伍上一局 是在打季后赛的感觉 有一种单逃季后赛的那种稳健感 有一种好像是在打夏季赛 什么季后赛最后一场的感觉 对 就两边都打得相当的老练吧 特别是前期 就是没有给对方任何机会 几乎都是视野攻防战 但是由于W拿的阵容是需要 在前期打出一点优势的 不管是皇子还是女枪还是肾 这个体系 都是在前中期需要一些节奏带动的 但是在对方的视野战 滴水不漏的视野防守下 好像就没有找到机会 对应该说是真眼海了吧 差不多后面 对 就一直在通过视野保证核道 然后让 法律一直没机会去打 没能占到什么便宜 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 这么长时间 我们看最近的几盘比赛看来 唯一一局就是 957的圣基本就找不到机会 就是最严谨的一盘 然后大家都是通过 团战自己有先手的技能 就是开到你没有办法逃脱的时候 才能够出人头的这种感觉 对的 就是大家基本把可操作空间达到了上限 是 然后沙皇加上EZ又是那种中后期配合大树 手长打团拉扯 在技师水平高的情况之下 确实是能打得非常秀的 对 再加上EZ确实我觉得这个队伍一直在 就非常擅长这样的阵容 那最终还是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那我觉得WE在下一期比赛当中 可能要考虑一下就是 还是我觉得刚才这个阵容吧 就像你说的 我觉得他们选择可能是 两边都有点偏 就是比较平衡嘛 嗯 说白了就是这个阵容就是 有一定的前期带动节奏 然后包括通过皇子去打入侵 或者说通过胜去支援的能力 但也有一定打团的能力 就是说我觉得 第一局势力以后 W可能要考虑一下就是 是不是第二局 在选的时候就为这个阵容定个调 我们到底是 就纯靠前期拿到优势滚球打赢比赛 还是说我们去选择一套 在2017年一年 我们都很擅长的这种 去打团的体系 嗯 那说来也奇怪 好像一到了这个赛季 加里奥这英雄我们就看不见了 我已经大概有 好长好长时间就没见过这一些 噢 屑到谷底了 就不光是比赛里 Rank的英雄也没有了 因為胜率太低了 主要是 这个英雄除了被削弱吧 然后新版本好像也 对他没什么格外的关爱 是 然后现在也没什么人喜欢玩这个东西 然后再加上比赛节奏变快以后 这个东西能起到作用也越来越小 而且你中担作为一个这种 现在版本的中担 不能频繁带动节奏 就是你无非就是要不然就是频繁带动节奏 就是你看马尔扎哈这种瑞兹就频繁带动节奏 上一局是版本应该说最强的四个中单放了一个出来吗 对面抢了一个 其实左翼也算其中一个 左翼就是带动 左翼也在这四个里面吗 但是如果都没有了呢 如果都没有了 大家各量本事各拼本事 就是发条是无论哪个版本无论什么时候肯定都能上场 发条算一个 然后现在维克托也有人在玩 就是比赛里也有人在玩维克托 然后包括那天 那天不是 泽拉斯 那天是 那是雅典娜 我好像叫错了一次 那是雅典娜 拿泽拉斯打了一把 好 那第二场的BP马上就开始了 经历了第一场的大战之后 如果打这种非常多的节奏 好像飞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对 那天我们解说的时候是一个 因为如果你确定你上方前期 可能打不出太多东西的情况之下 是一个好的选择 对的 那WG这边选择更换替补 厨子又上来玩一把 这个之前输过的嘛 其实也不一定是因为输了的原因 就是教练想两个选手都给一些机会 让他们展现一下自己 而且本身我觉得德杯作为一个赛季前的比赛 你也希望 队伍也希望能够让自己 队伍里的每一名选手都打一下这种 强度比较高的线下比赛 来找一下赛季开始前的手感的准备 慢点 但是拿了沙皇的这边 可能钱中西不太会去游走嘛 瑞兹皇子走下来 W这边 这个就是可能需要W来投资的视野 来防守住对方的前期进攻 对 W这边考虑下路了 我觉得现在 或者就说考虑一下打野 因为依然是那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前三手不拿打野 很有可能你想拿到第二阵战拿不到 康里可以拿螳螂 其实这手里 就是色装你跟螳螂选一个吧 这两个偏发育的打野 拿了朱妹 这场跟第一就是 这两个一拿就是定调了吗 定调了 对 基本上W这边就要把 决胜的点交给团战了 因为上一局确实也受阵容的影响 打到很后面 在团战的竞争力上 也有点不如一地季的阵容 打到后面沙皇的装备发育起来了 想要突破他的沙兵 冲到C维面前 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阵容 第三手 直接是WayZero锁下老牛 终于今天是不玩就捅了 一圈 单拿霞吗 单拿霞其实很有可能落就没了 一座人 还是一座人 确实这个单拿霞不太成立 虽然小赵的霞玩得很好 但是一滴手感火热 他开始搬AD了 我估计是要把卡里斯拉加女枪 这种都搬掉的 W这边 要不要稳一点 就是把那个上单的大树给搬了 因为这个英雄现在在锐的手里 好像真的发挥的蛮不错的 一滴机这边 最后一手搬人 搬掉女枪 W这边 我觉得可以考虑把锐的大树松做掉 看一下怎么说 这是 他中单已经拿了吗 你封个大树的话 感觉他最后还是有一个看头位 不如说放出来看对方会不会让你拿到 他还是搬了锐的俄洛伊 这个确实是 有一说一 这应该是 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 在之前就很爱玩俄洛伊的选手了 三 这昨天提到了 这是现在很强的一个上单英雄 小黑科技 莱奥娜 最后是跟Miko 组成了这个莱奥娜加上依泽瑞尔的组合 然后留给上单英雄 一个counter位 W这边 四五首 在AD的选择上 目前在面对这个阵容 比较优秀的AD 皮层女警是一个 还不错的 皮层女警是一个 然后这阵容 其实我觉得维恩也还可以 真的维恩还可以 这阵容 腿哥这边自己把树 锁下来 反正就是一个偏向打团的阵容 就他们开始没搬 我就是在想 他们应该自己想拿 只不过说拿这个英雄的话 肯定线上要吃一首tounter 胜腔要加卢仙 这个打到后面 沙皇的压力有点大 崔子娜娜 崔子娜主要是世界餐 大火一波以后 现在基本上降温降得有点厉害 西威尔还可以 西威尔配合这个阵容 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这是更孤独的一套了 就是 沙皇大叔加轮子妈 沙皇大叔加轮子妈吧 然后打野中美 这就完美的是2015赛季的阵容 对 上路又再次看到 就看到了 客家四边的大虫子 客家四边的大树 就是大家前期下拉不是 但是到中期的时候 大虫子有一口吃 昨天狼行跟腿哥的对线 是 就是狼行玩的大树 然后 然后 那个9575R的大虫子 今天等于再次增加上队线 像 阵容拿完两边攻守互换 到了 EDG的进攻回合 然后 W的防守回合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而且 EDG最终是选择到了一手 莱奥娜的辅助 这个英雄其实继2017年 世界总裁大火之后 现在 那个时候其实是 因为选手带火 因为Ignat带火 对 但是后面 伏伏天赋改掉之后 简直是 超级收益之后 现在甚至有强攻 莱奥娜的 就学习原来那个战争热成 莱奥娜 有那个强攻 莱奥娜出现了 所以这场比赛 看一下 攻守互换之后 这场比赛结果究竟如何 希望两边都能够 给我们带来一场 像上一局一样 精彩的比赛 是的 那我们也期待一下 赶紧进入双方的 第二局对战 好的 比赛开始 今天的胜者组 第二波三 第二局 蓝色网的W 红色网的EDG 此前EDG赢1比0 暂时领先了 欢迎到英雄联盟 撞脸了 这是许久不见的一集团 Scout 一个急刹车 突然一个左转向 回到了自己的发现塔下面 本来Scout 用拐刀转下去了 一个急刹车 结果是去对方的蓝BUFF 放了个视野 现在 这场比赛的竞猜 支持率 EDG稍微的低一点 W是53% EDG47% 全场比赛的结果 两个队伍的奖励倍数 是差不多的 其实也确实也证明 从低局来看 两个队伍的实力 是不相向下的 对 非常精彩 今天我们一上我们就说了 今天这四场比赛 我们觉得都是很有几率 打满的 因为这四场比赛的八个队伍 实力都比较接近 疯狂的在聘信号 朱妹的防守回合 但是由于自己刚才跟队友一起抱团 去对方的蓝做了个视野 所以其实也知道对方什么地方开局的 好 瑞珠源走过来 想要梦想一击 这位置先看一看 算了 算了 这太夸张了 他过来确定一下 你着实是从这儿开的就可以了 看看你的进度吧 朱妹前期还是有点慢的 西威尔 我已经看出来他带的是迅捷补法了 来了 余震的老牛 余坦跟大树 然后迅捷补法的西威尔 偷钱的依泽瑞尔 召唤神经的奇风秘极的这个瑞兹 加上不媚咒的柯加斯 以及迅捷补法的朱妹和电刑的防守 迅捷补法朱妹现在已经成为了 对 本次得备的一个主流 所有人都在带这个 上一场对手对于黄紫的视野针对 包括线上的处理都非常的谨慎 特别是下路那波 直接从线上过来的 照理来说你是肯定不知道的 对 但是ETG刚才那波 就是处理得非常优秀 对 完全不会所动 所以你怎么演 直接就回去装备了那波 好 这个拼了一下黄紫的点位 应该也是大致算到他的时间 两边因为是对着开的嘛 所以现在基本上是一个错开的时间 对 就是朱妹这么刷 其实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他要去打 河道迅也先打完回来再刷石头人的 因为防守回合 就是一个纯 基本上是一个纯刷的打法 对 只要把自己的野去入口做好视野 确保你没有近我的野 这基本就是去打F6了 这离石头人有点远现在 而且这个血量其实打石头人 是稍有点危险的 如果你不想交陈队的话 对 这个W好像 有点 没怎么中到东西 还得上雪 这第一个W放刺了以后 要拉一下了 要等第二个W的CD 算了 打扰了 算了 先回去吧 这其实是有点伤的 因为这样第二波出来 这F6 会剩几个角度 对 你要把它打掉 然后它再刷新 等于你比人家少一片野 我由于防守回合嘛 上路兵线也控的不错 所以黄子溜达了一圈 没发现什么东西 瑞过来蹭这个爆破 绕着塔蹭一圈 让爆破出发之后 等一下再走 但是失误了这下 他被塔A到失误了 这还一波冰在A他 不过还好是 D刺给刺起来了 如果这个D裂没刺起来的话 这波我感觉 957就追着 一直追着他锤了 总统团瑞兹 也是先一步利用TP回到线上 沙皇还是推荐主动拳嘛 对 但是由于沙皇其实带进化 所以黄子前期 想找机会比较不容易 没太往中的靠 而且对于西叶来讲 他是这个带会星的沙皇嘛 所以也不可能换沙皇人技能 康帝这边又来了 这跟上一局是 牛头 牛头是有先手机会的 顶起来 Mako顶回去 但是正好只回去了 Q上去 牛头的血量有点低 打一套 Mako这边交闪 而且小招这个治疗还在身上 小招这个治疗还留着在勾引 来刮了一下 没事 小招这个时候身上有治疗的 其实刚才如果说 W再激进一点点 其实ETG这是可以反打的 这波的话 还是因为前期这个阵容的伤害 确实太低了 对 这个野斧基本上最高的 只能提供控制 这个野斧最高的伤害是那个点燃 是 基本上就是那个点燃 而且最主要的还是 比较关键的是顶回来那一下 正好被莱安达给指回去了 没能够说第一时间把莱安达 留在自己这边的草丛 如果留在自己这边的草丛 我觉得是有机会击杀的 沙龙科加斯这边 也是前期有一个小小的推线优势吧 现在 大虫那段时间都是拿来打大虫的 后手还是有一个康特的效果 对 到六第一时间直接吃一个炮车 六分钟 苗表进入到了可用的阶段 看到了康蒂的位置 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这个蛤蟆是没机会抢的 这局我觉得打到中后期吧 可能会考虑把这个TP直接换成进化 因为这样的阵容 其实进化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这个中单瑞兹来讲 比较意外的其实是 Meko在选择到女坦 而且选择到阵容比较偏进攻的情况下 第一件回家还是出了这个演习 上一场已经体现出来视野的重要性了 对 但一般来讲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武术鞋 可能能做的事情会更多一点 上一场他就是武术鞋捏头 然后发现没机会 对面也是滴水不漏 是的 基本不漏风声给你 找不到什么机会 再加上一波自己已经是被打掉了闪线 稳一点 多做几个眼 这样中备到六级过来的那一波 应该还可能防住 这样下路 爱不爱这边的一堆投到一个钱袋 110 哇 这个就是人品好 人品太好了 可能是使用EZ最近比较多吧 110块钱是有点 有点好 其实一般这东西开到 六七十 你觉得就还好了 这110真的是有点过分 依然在选择到皇子的情况下 Haro在想办法找机会 但是 入侵没什么成效 只能多做一点演吗 这场也是多抓一下竹妹的位置 蹲在草里 被法律互动给扣除 然后奥处也先躲掉牛头的W 这也没有着急交Q 康蒂又过来在线上蹲一下 应该是知道是竹妹在下半区的 而且你这个时间 如果做不到事情的话 也去又被刷了 这个F6又没了 回来的时候还要面对对方 已经做好的一轮视野 这边好像还能先手一下 取经哲悦没有开出来 反正是先定牛头 EW的控制提供了两秒 牛头这个位置 想隔江交闪现交不出来了 滴滴血是被Meko给拿下来 那竟然牛头倒了 这个红华库 怎么说沙皇过来 打一号闪现回旋推 推了三个 哇 这个推 Haro这边有一个中亚 应该是把自己保了一段 交一个闪现下去 双方其实是一个辅助的兑换 瑞兹这边也交闪现走掉了 小赵这边E上去打一套 回身被Mistick打出迅捷步伐 追着A 小赵这波E上去 可能要把自己治疗起码打出来了 治疗肯定需要交的 对的 A一下 Mistick又治疗交闪了 这波小赵是想用这个Q技能跟A 就是想用自己剩下的技能 跟Mistick做交换试试 但是确实这波我觉得E上去 回头没啥必要 这年轻嘛就是 对 这是小赵的性格 一般这种性格的选手 这也容易打出秀一点的操作 对 但他有的时候就是 他觉得能上 他一定要去上试一试 对 那这波开始确实一滴激励用 就是女坦回家补完 那个眼识的这波 是也做了一波很漂亮的入侵 但是沙皇这个推很致命 但是Haro的这个秒表 用得很漂亮 是 他秒表是把金军之强的伤害就多了 他如果不用这个秒表 他当时就被推死了直接 他伤害一躲 然后EQ闪现跑 还能少死一个 其实这波就等于是打完 双方拿了个 这个一换一的人头 但是对W更有利益一点嘛 因为第一本身 本身是防守棒的情况下 能换到竞技就很开心了 然后第二是 这头落到了ADC的手里 鞋这边过来 哎 戳掉两个 现在就是两边辅助看看轮流 谁能搞到事情了 Zero现在只有一双草鞋 力度不大 后来是先排一下视野 但是Mako这边 是已经有了五速鞋的 因为是AD回家了 然后自己也没什么事做 就过来排排视野了 看到了在这儿 看到了在这儿 因为瑞兹就在边上 所以W这边选择是 也别太激进地去动 而且这一波打起来的话 其实ED是没有闪现的 感觉还是ED 其实这边闪现掉的更多一点 对 而瑞这边还在不停地 叠自己的这个吞噬的层数 已经四层了 所以再入侵的话 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主要还是因为现在 梁耀娜的支援速度 要比牛头快 因为梁耀娜这个五速鞋先出来了 而且梁耀娜的支援距离也比牛头远 牛头你必须要贴上 但梁耀娜这个大招的距离 其实是更远一些的 比较好发挥在野区的时候 EDG这个时候基本上是一个就是 如果打下半野区都比较强势的阶段 还是因为这个女坦对地图的控制 距离太长了 基本上这个牛头是属于 你看到她 你不用太着急 因为她必须要走近你才能有用 但梁耀娜你看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能够通过大招定你了 而且河道的视野 EDG这边再次不停地在做 瑞这边上路也是寂寞难耐 每波推线过去也没什么事情做 那就去河道吃吃螃蟹吃吃果子 对 上路这冰线基本上就没变过 嗯 河道渡个价 王子线上走到下路 想动了已经开到了 直到被顶回来 过来过来大招十几滴血 闪现过去EW定住 这要差一点点伤害 最后一个一技能收掉 而且很贼Q在追Mistik的位置 沙皇过来 结果大树TP 闪现过去捆 这边EZ已经被秒了 后续好像没有了 双方再次完成这种下路的一换一兑换 但是Scott这个位置好像走不掉了 回程定一下 Scott往里走 想找Mistik 大救子不过来 拿到这个助攻就可以了 这波最终是EZ的主动发弹 然后上单没有下来 上单没有下来 但是 你赚啊 就是因为 就是打龙的一个关键点 他们想动下路 应该就是想冲这条龙去的 对 但是EZ这波可以换上了一塔 是 可以换上一塔 但大招是一直在推这个大树的线 所以这个一塔估计也是要掉的 火龙被W收下来 但是EZ是拿掉上路的一血塔 957这波还 跑回来守了一下 大家都可以接受吧 我觉得刚才这个大救子活下来 确实是 主要就是那一下对EZ是比较伤的 大救子活下来是真的伤 对于EZ来讲 那波小招是一直在平A 一直在平A 然后伤害就差那么一点点 点火最后一跳跳完十几滴血 我觉得也就十几滴血 多跳一下 或者说有两个远程兵 多摸大救子 一人摸一下 那瑞兹可能就不用死了 对 瑞兹就不用追得那么深了 是 瑞兹深追进去 也没追上大救子 只能是选择交闪线 去杀这个最后的牛头 这个时候也知道瑞兹的位置 刚才视野看到了 还是想围绕这个女坛的控制能力 去围绕下半张地图打 而且因为现在上路的塔已经掉了 这个位置是推过去 Scott没有往上跑 就是想上路和中路一起加击 对 没能成功 西叶推得稍有点急了 是 大部分没感到 对 因为河道的视野 在上半区是W控住的 W那边有个控制守卫 他是想着 这不想越塔吗 那赶紧是瑞交TP过来保了 取经哲悦 这个位置送人上车 皇子过来 也开不到了 进塔了 再想往下转 那么好像是 想往下转 对 想继续围绕这个野区做文章 对 这个红buff的地方 已经打了好多过了 就还是下半区 通过这个自己比较好的控制 因为这个一塔没拆嘛 下面应该是要去了 下面应该是要去了 这波过来 Mistik是有治疗的 看一下 牛头先顶一下 就想杀Mistik 直到了 Mistik这边直接被吃掉了 没什么办法 瑞兹过来 边扭边打输出 Z2在空中再次被击飞 又被虫子一个E技能给收掉 皇子还在侧面 而且现在黄机因为没大招 所以还要等一等才能再进场 这波的话 最终是EDG的一波 这波转线包下 拿到了两个人头 而且是都给到了瑞 现在就是想推这个塔 但是W这波塔是可以守的 是有机会守的 还想上闪现纸 先守 计划解雷 他经常一推自己 交一个闪现 但是957就只能回到塔下了 这个位置 如果没人帮助的话 看一下957被定在塔下 不敢上了 前期的塔的作战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塔太疼了 这个塔是可以守的 刚才 那小招这边再拉一个大招 主要是Miko是 也意识到这点 就是如果能够成功的 把沙皇击杀 这塔就有机会推 但如果沙皇活着 这塔是肯定能守的 所以Miko是做了一个 闪现纸的决定 只是西叶这边 靠着进化解掉控制 然后强一推 闪现跑掉了 那这个塔就拆不掉了 然后轮他妈也感觉到 下落这个塔 去防守压力太大了 刚才应该也是有预估到 对方在这的 因为在红BUFF区域 是有视野看到过的 双方已经打过照面的 只是这个塔还在 他也不可能说 这波兵线就完全不要了 对 这局的话小招 是直接选择做三项之力了 确实在比较要劲的时候 这个三项之力的输出提供 还是比较要劲的 这个是比较给力的 这个蓝是iBoy把Scout打下来 那等于是 W这边直接选择了一个换线 对 但是EDG这边也选择了 一个比较灵活的转线 就是他们让现在TP 已经转马上转好的 Scout在下落跟大树做单对单 然后让双人路在中路吃鲜 这样就是即使打起来 Scout也能第一时间支援过来 因为现在这个科加斯的TP 还没撞好的 如果让科加斯跟大树带的话 大树一踢 科加斯过不来 瑞兹也11级了 瑞兹跑回来正面 因为现在有二级大招 瑞兹这个 他倒没倒11级还是挺关键的 对 他有这个二级大招 所以二级大招可以更好的找一找机会 瑞兹在这个墙壁的时候 我感觉 晃到了两圈 康蒂看着 开了 大招减速到了 这波没进化了 沙皇这边 流沙移影交得出来吗 交出来了 一个飘移走到侧面 但Scout进去想切人 交一个秒表 Scout这边应该是走不掉了 人头是被那个拿掉 而且这波科加斯来的稍微有点晚 第一时间这个 Mako的大招没有形成晕眩 但是还是迟到了 不过接下来就是 被飘出去了 对 被飘出去了 你没办法了 还是说你这种近身开的话 山王这个大招一推 你就很难再接上控制链了 第一波没晕到就比较难 除非你晕到说科加斯接技能 对 才有机会吧 这样腿哥在TP之前 是已经成功地把下路的防御塔 摸掉了蛮多的血量 W也渐渐地把这个局势 防守在完全可控的情况内 而且大袖子这一波 是又拿到了一个头 然后在上路再次发育了一波 伊兹尔两件套做出来了 这个时间段是 对于EDG来讲 需要发力的时间了 双C现在作战能力都还不错 然后莱奥娜和皇子 也有一定的开传能力 如果再让这个比赛拖下去 就跟上一局的情况 其实差不多的 再让这个沙皇的闪现转好 等会想杀他就更困难了 对的 而且WE这局 对小龙的控制也很不错 第一条火龙已经收下了 然后这条龙现在WE 又过来站住这个口子了 对 而且因为这场 可能WE的魔法伤害比较多 所以他们其实出了更多的魔抗 对 等罗兹妈这边偷发雨偷起来 就等到罗兹妈这种三件套一做成 这基本上还在 对 变得弹射的时候 打团战也确实是比较难受 特别像瑞兹这种手比较短的 但现在其实双方又还是一个 这种需要通过一波团来决胜负的局面 对 这波小赵是双两件套 加上一个已经叠出来的磨切 看一下怎么说 大招效果不好 取经折月送上来 黄子大招盖了两个 直接一个一颗自己出去 这边大虫子已经被隔开了 第一波大招放完就已经很不理想了 然后大虫子过去是有点被白打 对 而且太分散了这个阵容 小赵刚才在侧面也被开到 所以被迫只能交出闪现 是拉开距离 对 他闪现的位置也不太好 但是损失没有说特别惨重 所以双方都还在一个 可以接收的范围之内 如果这一波可能掉的东西稍微有点多 一塔要掉 然后土龙我觉得可以是可以去收的 选择先回一波加 线不太好 对 九五七去上面处理兵线了 这样 这波打完 Skot再次被击杀之后 回家也是补出来了这个大棒 而且下一波是你大虫子和ED都没有闪现了 这个虫子想要威胁到C位 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而且主要是Messic的装备在慢慢的变得越来越长 对 他现在装备现在非常好了 因为就前面就靠沙皇撑 来看一下这波 这个大放完了之后就已经比较勉强了 因为都是三个肉盾挡在前面 这波W的阵型是站得比较好的 你看虫子过来之后就一顿被白打 然后刚才闪现的位置也没有逃过去 然后沙皇找了一个机会推回来一个 基本上就是推回来是谁都得死 对 而且身上的就是第一时间大虫进场的时候 ED剩下四个人是根本没机会打输出的 就被白打 那这个土龙应该是没了吧 那对方是两个人在带上路 看有没有人去防守 想要换点资源回来这个时候 肯定是要想要换点资源回来 不能白白的说把这土龙就让给你了 马果实估计清线还推不掉 这应该推不掉 就一个瑞典推太慢了 哇 瑞典这边第二件的绿叉 幻影之物已经做出来了 现在就等着无尽就可以出山了 这三大件一出来 对啊 就对方前面基本上都是在 投资防沙皇的装备嘛 对 这三大件一出来基本上 正面团战就有 之后的比赛可能就是要轮子妈姐搞定了 二十二分钟 但这两个队打团战都是有创造奇迹的机会的 对 就我们也不能说 所以现在完全不好说 把话说死 对吧 只能说打到现在 其实 两局都真的非常忠实 两局都打得难分难解 下路的方一打 等爆破 等爆破蹭一下 等爆破蹭一下 这就是坦系上单 现在带爆破单带的好处吗 就是你在塔下 人家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在有兵线的情况下 然后你等爆破蹭一口就可以了 这爆破它主要好就好在 不是说要真让你A6下 而是说你在边上等一下就可以了 你是要能够在旁边站得住 我相信这要是A6下 就没什么人带着东西了 对 因为有些因素 你站在旁边那么久会很危险 对 而且又是由于受益于最大生命值 所以基本上还是坦系英雄带会好 所以我仔细想了一下 就因为爆破这个天赋的存在 现在日延更没人出了 对 本身现在就削了吗 对 本身又削了 然后你要再出个日延 你在这叠爆破 然后过来蹭你一下 那个塔就开始打你 对吧 就连爆破的天赋都出发不了 所以真的是自从有了这东西 日延基本上看不见了 现在西威尔上路一条线推过来 下落的话应该是靠着爆破 把这个下路一塔已经给推掉了 对 残缺塔的一个交换现在 就大家开始把之前存在银行里的钱 开始往外提了 嗯 两边都在等关键装备感觉 对 等关键装备或者说 有可能抓到的破绽吧 EDG这边装备已经出了差不多了 这样EDG再次过来 把龙坑的视野给排好 因为刚才兵线被轮马轻了一波 所以线不是特别好 这波也不太推得出去 拼了下路的信号 那确实下路这边腿哥这个点 还是在不停地带线 所以瑞也不能说跑得太远 又来到了跟上一局 差不多的一个临界点吧 就是25分钟左右 等待一波一触即发的团战 对 而且这波团战 其实是EDG要有点着急打的 两边都想是 最好的状态来打吧 不打的话 一直拖下去 对W来说是非常希望看到的 W这边拖下去 无非就是我希威尔能够拿出三大件 这边也双鸟盾了 所以W肯定也是在等轮子妈的装备 一直钱都是让轮子妈去收的 希叶这边装备已经蛮不错的了 而且只要一直保持好龙区视野 一定基本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而且夏皇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英雄 他的输出是至少可以保证的 但轮子妈就不太一定了 轮子妈是比较吃环境的 对 有别人帮他吸引仇恨的时候是可以的 对 给他制造一定的环境还可以 而且因为现在有这个下路一塔的存在吧 所以Rage边也必须要不停地回去 管理这个下路的兵线 因为你不管这大声慢慢推过来 这下路一塔很危险 也在开始蹭爆破 把这个经济补了一点 对 包括 看看离这个 还有多远的距离无尽 对 戳到一下 两下 不灭猪我偷偷生命值吧 这个时候 26分钟了 两边依然没有找到够一锤定音的时候 够了 够了 回去补关键装备了 这样W的正面团现在 底气更足了一分吧只能说 中美这边狂图够不够啊看一下 就现在几个人都陆续回家 应该是都有成装可以拿出来了 对 中美这边狂图好像不太够 那就还是在等一下 回去补演了 这波是真的想动了 牛头又把大眼石给做出来了 双方都回去做了很多的视野 已经开始要做大龙攻防战了 我现在就是期待的搓手收 接下来这 很紧张 十分钟之内吧 我觉得这波团战 应该是 这两个队的团战 感觉不达到最后一刻 都不知道谁赢 最终是决定这场比赛走向的 先立个太阳员派 那可以找一个 冰性的主动手 这波Q上来 Herold的位置 想开只上去 开的是前排不太好 开的后面过来 大虫子这个位置 太重了 大虫子这个位置 直接把双C全都劝对 刚刚出完的那个 实际上会示范甲 刚出完无尽的西威尔 瞬间被秒 西叶也被黏上来收掉 哇 这波瑞的生死绕后 太恐怖了 这波瑞真的是生死绕后 那一瞬间 绝对是胜负手 这刚刚就已经说了很久 W为什么在等 就是在等这个装备 对 等到这个双美觉得自己团战 绝对是有一战之力的时候 突然被一个绕后 哇 真的是那一刻 双C突然看到 有一个阴影笼锻在自己头上 然后看到一个巨大的大手 进来沉没到了两个人 他好像是个W闪 沉没到了两个人 是 虽然Mate Snake在死血的时候 交出闪现 但是那个血量 已经不足以支持他 被在打团了 哇 我们刚说完 真的是一出即发 真的是一出即发 而且是 看一下这波回放 也去一个遭遇 瑞一直藏在这个地方 就他们还没有排干净视野 踩起来 沉没到 都不是W闪 是踩起来 然后闪现过去 瑞兹已经把Mate Snake收掉了 对 总的来说 其实还是W在入侵的时候 没有去把所有的草丛都已经排干净 对 然后Mate有一个闪现纸 还是打着急了 其实控制守卫都已经买在身上了 都买好了 对 控制守卫都买在身上了 不过那边正好撞到人了 就想过去丢几个技能 没想到对方已经站在那儿 已经把位置占好了 而且真的是刚出的 谁想过的石板甲 哇 这波对于W来讲 非常伤啊 是 算是这个平衡被小打破了一些 但是因为有沙皇在 所以守塔能力还可以 就看这个龙Buff的防守吧 其实 因为毕竟是个 就是后期 比较有竞争力的阵容吧 还是看这个龙Buff的防守 对 呃 起码现在经济可能会被拉开到 6到7000左右 但之前是个军事嘛 现在可以说是 EDG的一个优势局 这个位置现在5000块 EDG选择是先动这条土龙 应该是 主要是 但是MISTAKE跟 齐叶完全没想到 就还是少了一丝谨慎嘛 远在天边近在咫尺啊 那个虫子 而且 科加斯在草里踩了个地裂之后 两个人都没反应过来 都被击飞了 然后正义荣要走上来一个沉默 这就基本 这个双刺就很难很难再跑了 EDG拿掉这条大龙之后 看能够帮他们退掉多少塔的 就是看 我觉得破路是 很难 很难的 非常非常难 对 然后确实是一个防守很强的 这个破路是很难的 就是看能不能通过 把外塔多拔掉一些 然后给EDG创造接下来进攻的 视野上的优势 是 或者说去打下一条大龙的优势 再给一个那种瑞兹开大招 或者传送的机会 对 对于W来讲肯定是 你要让对面把阵型站好了 一路A过去 那可能是比较难的 W也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主要是 这样 之前应该是拿了一座中路的二塔吧 二塔应该是没推掉 二塔应该是没推掉的 就拿了个一塔 嗯 就拿了个一塔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大龙八湖 只推掉一座中路一塔 对 不是很久了 好 四分之一 还可以吧 经济控制在5500到6000之间 小赵这边也是为了防对手的控制 出了个水银气弹 对 小赵这边现在也是 很怕大树这种东西 就是硬 往上来 贴上来 没什么办法 对 Scout的这边 可能这个二塔是要推掉了 这二塔 有人来守 还开阵营转 那金铲脱鞘了 还逼了个大招 对 这波是必须要金铲脱鞘的 大了巴夫已经消失了 对的 那接下来其实 可能又要将一段时间了 就回到下一个回合了 对 就该来到下一个回合了这个时候 大家再去 我早知道 早知道这样点一个 风暴聚焦 对吧 点一个风暴聚焦 有没有人点 我好期待 其实我觉得 我那天正在想 你说要是以后 我们 有一个战队 他的风格就是那种 很喜欢选后期阵容 然后选出来之后 我觉得就可以点这个了 这个其实也是需要 你跟对手实力相当 对 就是你首先是 你要有能力 能拖到很后 对吧 你不能说说 比如说我上去 我点人 或者你觉得你 前期节奏特别快 你能直接把对面打崩了 你何必点这个 对 就是要不然你就是觉得 我这局想好了 我们对我们两个级属相当 但我就要跟你打后期 然后我们五个人 都点风暴聚焦 对吧 我们五个人到后面 我其实多一个大剑 对 大家都六神装的时候 我多一个大剑 然后对面也是这么强 对面也点了 这有没有人点 好像一般不会有人点 因为那个前面加的 实在是太低了 前面比较少 前面基本就没收 最少到20分钟吧 勉强 还可以 20分钟以后 可能还能用一用 但是前20分钟 基本就没用了 这东西确实 说不准 而且这东西其实大家 打Rank就最好别点了 因为Rank你说不准的 打Rank你也说不准的 Rank还是自己carry 比较好 对 就你真拖到那么后面 这一个天赋 可能也不能 不太能帮助你解决什么问题 其实 但这个确实也是原来就是说 基本从来没有过那种 无限承扎 是 因为一般无限承扎 只存在于那几个英雄身上 比如说狗头啊 小法啊什么 这种东西它可以无限承扎 垂时吃灵魂吧 但是这是给了你个 可以无限承扎的天赋 因为从之前在版本开始 就已经知道 这是一个打得比较快的版本了 所以他也敢于在后期 给你比较高的输出 反正我玩狗头就点这个 我玩狗头就点风光举角 继续屏蔽四个队友在那刷钱 来开车了 开车想抓人 这个位置就两个人下去 大输但两个人上还不够 赶紧退掉了 还有闪现呢 马上要进塔了 另外一边好像还被反包了 拉开了 靠着灵活性应该是逃走了 好 这样现在是一波 就是十个召唤师技能 都好的团战 等会又是大龙决战 十个闪现 就是十个这个闪现 都好的团战 这一波应该会吸取教训 把眼牌干净 对 好了 34分钟 还是要看EDG这边能不能再出现 像上一局那样 就是直接切到后排的团战 对 如果不能 那这么一团 现在WE的优势就渐渐体现出来了 但是对面有三个人有格子代言 对吧 WE这边应该是两个吧 其实努力努力把多兰顿卖了 对吧 都这时候了 就把多兰顿一卖 也是可以代言的 现在因为掌握了一个和谐 还有一段时间 大树这边选择回家了 WE在对方的也许 好像也没有这个绕后的视野 开大招了 开大招了 这位置要开 开到了 开的是锐 但好像锐开了十两个十八甲 蛮能扛的 这个位置锐的十两个十八甲 消失捆上去 鸟盾一救 锐能救下来吗 侧面上后一个大招推的 不破 甩下过去又秒了 被秒了 锐这边临死也想要 会吃了一口没个小招的大招 把希威尔给收掉了 取经之约过来 瑞兹只取对方后排 这波斯高的再闪现 躲了西叶一发流沙遗影 哇 这一招这边应该也走不掉了 这波一定已经打得非常果断 即使在现在没开的情况下 依然靠着瑞临自以前 闪现过去的血盆大口 跟艾布艾的一个精准弹幕 是 就这种就好像是 就已经觉得他已经快要被白打死的时候 对 突然这口闪现就是抓了一个你走位 可能跟我能够贴近的机会 也没反应过来 这个闪现只要都没交 就是来了一个地对空的呼应 这种是很难完成的 这种地对空的呼应 就是依泽瑞尔的大招配别的技能 其实不是那么好配的 因为这东西有一秒的读取时间 再加上他的飞行单道没有那么快 你一直觉得他是在垂死争扎了 结果没想到真的是 他这个闪现捏得非常似的 对 配合上小招的这个精准弹幕 给收掉了 本来是 WE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瑞士稍有点落单 这样大龙是再次被一滴级收下 36分钟 这场真的非常的胶着 但是依然存在同样的问题 就是高地怎么上的问题 对方拿的这个阵容 就跟那种沙皇加女艇差不多 对 清线很快 然后高地比较难上 来看一下这波 是抓住瑞以后 瑞这边时间鬼石板架一开 疯狂扛伤害 鸟盾也套给他 但发现扛不住了 因为之前戏味是有盾的 瑞临死以前 闪现过墙咬一口 配合精准弹幕 哇 瑞临死没反应过来 因为基本上 咬那一口跟金属弹幕 好像是同一时间打到的 奉得 这个治疗都没交出来 那这波应该是 一滴机的一个双龙 应该是双龙会了吧 是的 现在黄金龙雪 已经在身上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 上高地最好的机会 就这波 W手下来 我觉得依然 还是有悬念 对 掌握这个后期团战的命门 还是在这个WE手里 但是如果这波守不下来 那就是EDG 最终是把这个弹簧给摁断了 最终是压掉了 这个外塔现在就不用想了 对于WE来讲 这外塔是不太可能有机会收了 对 有说大虫子现在是一波没有闪现的时候 西威尔有双招 这波 抬一下 没有抬起来 应该是以清兵为主了 对 这个时候其实 怎么说就是因为对方有五龙buff 这一嘴有点就显得格外的疼 因为小招每一下这个秘书射击命中以后 都能附带这个龙buff的灼烧 所以就手塔不是那么舒服现在 拼了信号下路可能要开 因为瑞兹不在 看一下 没有开 就刚才是看到Scott在中路清兵的 我觉得开对W来说 不是一个特别理智的决定 对 你起码要拖到远古巨龙buff过去 对 已经消失了比较多了 就起码要等远古巨龙 就只要守住高地 其实双方也还是回到之前那个起跑线上 因为大家都已经快六十人装了 这时候 感觉高地还是不好上 确实这个西威尔加上黄姬的双重C位 守高地的能力太强了 对 就出去打防是会有机会的 对 这个二塔还推掉 那这次六多外塔全都推掉 但这个时候对于等远古巨龙buff来讲 只要不破高地 都可以接受 就大家 在下一步战断 强行带兵去中路了 这位置强行区中路首先出现了一点差池 刚刚好像太多人去上路了 对 被偷了一波 对被偷了一波 出现了一点差池 那最终是把中国高地塔推掉了 那对于EDG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消息 可以接受 这波对EDG来讲 能破高地就能 对 破掉一座塔就说明有机会 如果就说这个双龙会的buff 一座高地塔都破不掉的话 那这个推进其实会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西威尔这个时候也是满桩就差一个水银刀了 而伊兹瑞尔已经来到了一个六神桩的状态 瑞兹也是 现在大家就是慢慢要进入到这种 没有格子埋眼的阶段 是的 这个在下一波如果还有这个大龙团的话 就是一个问题了 这个没有格子埋眼 现在对于WE来讲会更严重一点 因为WE的塔掉太多了 这没有格子埋眼的话 自己的野区都不一定能保护得好 但是确实这个阵容还是属于那种 一切皆有可能 高地要是硬跟WE打一波团的话 因为之前那几波团战 你甚至有一个人都没有看到他打出输出 所以你也不知道这个团战打起来 真正5v5是个什么样的 对的 因为西威尔连续两波团吧 基本上就是没有 最多只打在了大虫子身上 没什么输出就被秒掉了 这位置太阳圆盘 先造一个高地塔 隔墙定 打一套最绕 把最绕下到半血 瑞兹这套输出其实已经很夸张了 是 打成装已经出了吗 瑞兹也是六神装 瑞兹也是六神装了嘛 瑞兹也是六神装了嘛 瑞兹瑞大招 再送一下上路的兵线进去 来 取经哲悦 这位置送兵上去 自己也跟着上去了 自己重施吧 对 把这个高地的太阳圆盘先清理到 好像戳到两条小招 但是大树这边血量也比较低 被踩起来了 瑞兹这边定了一套在右边 把康迪打成半血 这波水晶可能有点危险 对WD来讲 因为现在有两名前半已经进入半血了 必须要后撤 这里RUN一开 大虫子在前面做驱赶 回来想守水晶 水晶差一下不敢点了 往回交一个EQ 瑞扛在前面 侧面斯高的输出太高了 大虫子开始上个十半辆 往后一扛 ZR这边跑到后面 九七交一个闪现 天不地雷 直接坐住两个人 九七这边血量下得很快 但是Haru下得更快 Haru先被击杀 小招的位置特别好 一个第一次采取两个人 没错的E技能指控了 ZR顶到前面 ZR先被收 瑞这边也倒下 就剩下双C之间的战斗 但是西威尔被Scout给收掉 Scout在这个情况下 瑞兹的伤害实在太高了 一个精神弹幕刮到 其实这个时候 他还有闪现一家水银弯刀的加速 没办法了 这个是真的没办法了 因为 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状态的时候 开团的时候 上野两个人的状态非常差 那个牛的状态也不太好 而且这波确实是 就是有点强弩之末的意思 W如果说是正常状态 去接一波团 我觉得在高地这个位置 还是可以打的 最终我们恭喜EDG 是 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也以2比0进入到了 胜州组的决赛 跟Snake战队会失决赛 当然对于W来讲 我觉得 还有一些挑战的机会 不要灰心 对 因为他们将在败者组 等待着接下来的比赛 对 我觉得打完这个BO3 双方还是挺好体力的 我觉得就观众跟我们 还有选手看起来都很累 我觉得是目前为止看起来 强度最高的一个那种对决吧 但是不得不提锐这个选手 几波力大功夫 捡到宝了 捡到宝了 这真是捡到宝了 锐真的 这第二局比赛 我觉得就是靠着锐两波的精彩发挥 才能够让EDG把这个比赛拿下来 藏在草丛里那波的 只剩一踩 踩起两人 配合队友秒掉西威尔 以及在第二条大龙的时候 在被开成那样的情况下 闪现过去 咬了一口 配合上小招的一个大招 我觉得这场打完就是这种 互相觉得对方是可敬的对手 这种感觉的 对 确实是实力伯众之间 然后EDG的处理会更好一点 那希望他们在胜者组的决赛当中 和Snake 应该是和Snake吧 那他们之前也完成了之前的 一个采访当中的隔空呼应 说争夺临时路霸主这个事情 现在临时路小区 在决胜局对决了要 在胜者组的决赛 在胜者组的决赛是对决了 对 那今天在胜者组落败的两株队伍 W和IG 其实在明天应该也会有比赛 他们要等待着 接下来败手组打完之后 是 再去看自己的对手 对 所以希望这两个队的粉丝 也明天能够继续来收看他们的比赛 没错 那当然我觉得真的今天 这第二个BO3 确实让我们看的是热血沸腾 主要是 打起来太紧张了 打起来太紧张 而且每一波 我们都能明确感觉到那种 就是你 小心翼翼试探的感觉 你完全不 试探 在团战边缘疯狂试探 是 就是你完全也不知道 哪边能取得比赛的胜利 当然我觉得第二局 锐的发挥毋庸置疑 不过我觉得这次 德杯能够看到就是很多 之前可能大家觉得 不是特别熟悉 或者没有在LPL登场 特别多次的选手 都有高光表现 是一件满令人开心的事情吧 我觉得第二局对于EDG来讲 就是最后一波团 是双C站出来了 最后一波团 其实EDG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打得也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最后一波的时候 但是双C互相扶持站出来了 然后Scott提供了超高的输出 如果有回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那一波里 瑞兹的QEEQ这一套 就打了太多EOE了 但是正是因为 有前面那两波 就在最僵持的时候 都是瑞站出来 把这个比赛 让胜利的天平 倾斜上EDG 真的是瑞这第二局的发挥太多 当然对WG来讲 我觉得依然他们也打出了 非常高水准 非常精彩的比赛 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败者组 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良好的状态 先来看一下数据吧 这场比赛在结束之后 小赵提供了全场最高的伤害 当然这个对于Eazer来讲 确实是这样 尤其是在中间一度 推进高地的时候 不停地poke 对 而且最后一波团可以说 正是因为有Eazer不停地poke 把对面的上野 两个人全都poke成半血了 才有了最后团战胜利的基础 对方不得不开的这种感觉 对 但是MVP还是要搬给上单的瑞 427的大虫子 74%的参团率 两波非常非常精彩的 绝境秒西威尔 这个西威尔在最要发力的两波团 是的 没有打出任何伤害基本上 来看一下 就是这波 刺起来 配合MVP大招 咬一口 虽然是西威尔交闪 但是法术涌动已经出手 然后就是这波 在临死之前 西威尔有双招的情况下 闪现过去 闪现过竞争这枪 强咬一口 再被精准弹幕刮死 好 那我们第二场 不用再结束之后 赶紧把镜头交给主持人威威 来看一下第二场的赛后采访 好的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 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出 我们这一场的采访嘉宾 大家好 我是 EDGADIBOR 欢迎你 那么其实第一个问题 特别想问一下 你刚刚的这个操作 我觉得都非常的秀 那么在世界赛场之前 你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所以想问一下 你对自己的 现在的这两场表现 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其实我觉得 我这两场EC打的 就是前面 还给了对面一些机会 比如说第一把 给对面辅助 上线开到了 给了对面一点机会 第二把还行吧 还行吧 那你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呢 就还行 就还行 就是可以算是满意吧 这样的说法 那如果满意的话 特别想问一下 接下来在这种新版本里面 你想要有没有 什么秘密武器呢 就自己有没有琢磨一些 什么样的秘密武器 没什么秘密武器吧 就是所有ID都要玩一下吧 好的 那么接下来其实还想问到的就是 今天也是两年胜嘛 然后也特别恭喜你们队伍可以晋级接下来的比赛 那对这个特别是上野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你觉得他们的默契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呢 那你觉得就是你的这个队伍里面 大家就是因为也是一个新的阵容嘛 那你觉得平时大家在培养默契方面有什么样的交流啊互动啊 我们大家就是脾气心态都很好 所以很容易相处 就相处了非常的愉快是吗 好的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 也是刚刚因为你打了两场EZ嘛 然后在第一场的时候有这个1打4 但是并没有成功 那不知道想问一下你之后会不会还是同样想要有这样的操作呢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那肯定是要操作的 肯定是要秀一下的 你要秀一下 一定要打一下是吧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 也是问到刚刚呢 Snake他们也说 之前的采访当中 他们说想要拿到这个临时路的霸主 然后想要当回霸主 那你怎么看待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我觉得他们现在面对我们这样的状态 他们有点难当霸主 非常厉害的一波这样子的一个评价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的这个采访环节就要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会有更加精彩的比赛等待大家